甘雨,你有了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宅吉射 尽管半场等待,新老婆她终于上线了 首先在这里点名批评你还有 你是怎么想的能联系出三个大汉 不知道我们心里有多难受吗? 在这六十多天的寂寞长夜里 你知道我们是和谁度过的吗? 俗话说得好呀,九汉逢甘雨 甘雨成子她终于来了 我也是一股脑地把所有原始都抽了 结果歪了个琴 啊,我不能结束 不管怎样,最终还是出了 在甘雨之前,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一个人物竟然能改变我对一个游戏的玩法 在抽到甘雨之前,游戏是这样的 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之后,游戏的性质就变了 以前我是从来不出大地的 但是有了甘雨之后,不自觉的就想去打点什么 然后怪就没了 拿甘雨除地,这俩字,舒服 要不是弓箭不能挖矿我就 呃,那没事了 在正式介绍甘雨之前,教大家一个现实七天的小技巧 虚假的七天神像 众所周知,神像可以复活和回血 但是回血的上限只有5万 用完之后只能等自动回复 这就导致可能一个钟离都回不满血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真正的七天神像 这波刚开始的新活动 无限的交响师 传送到入口随便点个选项 然后进入 你就会发现不仅学满了 连能量都会满了 随后就可以点退出 这才是真的神像 你学废了吗 接着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我经历了长达5天的研究 研究出了一种不当人的玩法 我将它称之为无限嘲讽之 我该打谁快乐流 大家都知道有些人物的技能是可以召唤生成物嘲讽敌人的 那么我们配合甘雨的玩法 将其无限扩大 收获的也是非常的快乐 阵容甘雨莫娜安博加工具人 首先我们先随机找一名幸运的受害者 就决定是你了 秋秋王 竟然找到了这名幸运的体验者 哈哈 是时候让他知道什么叫卑鄙的外乡人 起手就是一个嘲讽 受害者一看 这还了得直接气的开顿 当场发飙 就在他要提香上马一阵疯狂叔叔的时候 我们放下了第二个嘲讽技能 受害者当场就懵了 我是谁 我在哪 不要急 这时候我们放出第三个嘲讽技能 受害者差点当场恼于险 就在我们玩的正嗨的时候 受害者突然想起 曾经他也是个王者 秋秋王 这个套路虽然打得不快 但是现在好玩 反正玩游戏嘛 快乐最重要 扯了点快乐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对甘雨的测评 相信还有不少的朋友在考虑要不要抽甘雨 我很负责任地说一句 如果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甘雨务必抽一只 原因无他 甘雨的强度你值得拥有 肯定有人怀疑 这阿护主是不是又掐米还有的饭了 嘿 你还真别说 这次还真没有 又有人说了 那就是以前有了 很尴尬 也没有 但是我争取以后一定掐一次 甘雨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最完美的全覆盖神人物 不管是输出 辅助 还是控制都有着优秀的能力 咱们先看一下他的技能 捕头攻击 六段伤害 倍率不低 但并非是主要的输出手段 重点是重击 在二斩蓄力后会有范围性的冰原素伤害 异技能 释放一个冰连 并嘲讽周围敌人 注意和莫娜的异不同 这个冰连是可以被击破的 受甘雨本身气血上线的影响 主动释放 被击破或者持续时间结束都会造成伤害 Q技能 释放一个大型冰元素场景 并持续造成冰属性伤害 持续15秒 冷却15秒 元素能量60 也就是说 在抽能跟得上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无CD连续释放 固有天赋 我的理解是重击加20%的暴击率 天生自带20%的暴击率强不强 别急 后面的更强 第二个固有天赋 在Q技能的范围内增加20%的冰伤 这个集合后面一起谈 趁热看命座 一命二段蓄力减15%的冰抗 持续6秒 并恢复两点元素能量 二命多放一个E 三命和五命都是增加E和Q的技能等级 四命 在Q的范围内 敌人会持续增加受到的伤害 初始值为5% 每秒提升5% 至多25% 六命 在释放E技能后 30秒内第一次二段重击 无需蓄力 满命总共 天赋自带20%暴击 20%冰伤 减15%冰抗 25%增伤 多放一个E 两次秒二段攻击还给充能 如果在这里把减上和冰伤 看作和增伤等值 也就是说 甘雨本身自带20%的暴击率 和60%的伤害增幅 如果再加上双兵的15%暴击的元素共鸣 什么概念 相当于身上背了一个Q10几能的冒弹 和两把50级四星武器的暴击率 满命甘雨 恐怖如斯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 零命甘雨能玩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不仅能 还可以很舒服 很养眼 首先套装选择 本人推荐 一 两兵套 两角斗士 或两宗式 加冰伤杯 前者适合战场出出 后者适合腐衰打反应 优点容易凑齐 而且这种组合上的面板数值 各项都不会很差 二 私兵套 加冰伤杯 优点当兵的后 可以加持60%的恐怖暴击率 三 四乐团 加冰伤杯 主要是为了乐团的重击加成 搭实的元素精装 打反应也不错 还有几种比较另类的套装 仅供参考 一 四度火 加冰伤杯 度火套 火本的附属品 容易凑齐 主要是挂合后 打冰元素的反应 二 四地飞流星 加冰伤杯 这个学而挂盾 主要是增加40%的普攻 和重击加成 三 四水炮 加冰伤杯 也是为了四剑的效果 增加30%的普攻 和重击加成 主属性推荐 笔之罐 爆伤 爆击 十只杀 攻击力 元素精通 空之杯 冰伤 攻击 解释一下 因为甘雨自带暴击率 如带四兵套 加双兵 加本身自带的5% 加二段的20% 暴击率可以达到 恐怖的80%暴击 武器推荐 有五星的用五星 阿姆斯大于天空 四星首选黑岩战功 其次 苍碎之风 和世俗半月都不错 我这里 特别推荐 祭礼弓 不仅可以白嫖 两命属性 重挡也是四星最高的 还加重能 用起来也是立场的快乐 关于队伍的配置 有很多种 具体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角色 和剩余物进行搭配 比较推荐 甘雨 加水斧飞 加冰奶 加火 能破盾 能有动机 还不吃回复 数据说完了 咱们来看实战 以我这个号为例 四兵炮 加冰箱杯 武器 70级的纪理功 攻击1510 暴击31.1% 暴伤208.9% 恐怖天赋8级 二段命中伤害为205% 范围性伤害 348% 实战中 伤害值分约为 6558 和11150 总和17708 这要是换掉90级的阿莫斯 不得一下3万多 目前 甘雨战场输出 是以重机为主 当然 E和Q的伤害 也不能忽视 6级的E和6级的Q 伤害分别为 5918每次 和3265每次 甘雨除了高傲的输出 玩法也很多变 比如我开头研究的 无限嘲讽之 我该打谁快的流 勇动机玩法 征桑拿玩法 等等 更多的玩法 需要大家开脑洞 不要让游戏 变得只追求输出 最后只剩下一成不变 还是那句话 玩游戏嘛 快的最重要 看完以上这些 非专业的分析 是不是已经有些心动了呢 这不 还有十几天 迟着才结束嘛 加把刺 争取把甘雨 放在自己的被窝 咳咳咳 放在自己的队伍里 原始什么的 可以再攒 但七七不能没有奈何呀 什么 你连七七都没有 对于高命数甘雨 推荐1 4和满命 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忘记 后面还有神力灵华 所以甘雨 你真的值得拥有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定要点个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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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键三连 求求你了 这对我真的 非常非常重要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台机社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